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长榮海运去年抵发了40个月的年终奖金 引爆了讨论 很多人非常羡慕 没有想到在这个月的15号 董事会后再公告 要交发13.03亿元的员工酬劳 如果以2020年的员工人数 2017年来看的话 那么算下来 平均一个人可以拿到将近65万元 以月薪6.5万来估算的话 一个人平均领10个月的年终奖金 这个中是中间的中 那么让好多的网友很羡慕 还有人说 别人的公司总是不会让我失望 还感叹自己入错行了 还记得两个多月前 长榮海运发放的年终传奇吗 有员工一觉醒来 百万年终奖金从听而降 据传长榮海运去年底 发了40个月的年终奖金 没想到今年才过了三个月 又宣布再发放奖金 估计平均一个人 可以再领10个月的奖金 真的假的 会觉得很羡慕吗 多少会啦 因为很少听到这样的消息 觉得怎么这么好 马上检查账户自己 是不是真的入账了 才会想说怎么花 有网友说 别人的公司总不会让我失望 40个月的年终奖金 都还没花完 马上又来一笔 如果是买房的话 头期款缴完 房贷分期又有着落 让网友纷纷叹息 自己真的是入错行 由于去年 长榮海运每股盈余 创下史上最高 董事会通过加发比去年多10倍的员工酬劳 高达13.03亿元 如果以2020年的员工人数 2017人来看 平均一个人可以拿进65万元 月行用6.5万估算 一个人平均领10个月的年终奖金 货网都是科技业发这种年终 中建中的这个奖金是比较常见的 那传统产业可能是比较少的一个情况 海运业人员他当然也担心 他的这个人才可能会被其他竞争同业这个挖走 发比较高额的这个奖金 其实是比较实际的 长榮海运回应 依照公司章程提拨获利的0.5% 作为员工酬劳 并于15号董事会后公告 将依照工作绩效发放 所以每位员工实际领到的金额可能不一样 但不管领多领少都已经陷杀旁人 记者正在许秀明一台报道